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了不起的爸爸》,作者是甘威和吴波。 在农场里,叫叫是一只单纯,善良,贪玩,又有点逞强的小鸡。 它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今天小鸡叫叫又和小伙伴们在争论一些什么呢? 哦,原来它们在争论谁的爸爸最了不起。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小鸡叫叫住在一个美丽的农场里。 它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玩耍。 有一天,叫叫和小伙伴们争论了起来,因为它们都觉得自己的爸爸很了不起。 小狗跳出来说,我的爸爸最了不起,它每天都带着小羊上山吃草,它还能赶走凶恶的大灰狼。 小马笑了笑说,我的爸爸跑得很快,去过好多好多的地方,它才是最了不起的。 小猪想说,小猪想说,我的爸爸很能吃,别人吃不完的东西,我爸爸通通都可以吃完,我觉得它很了不起。 轮到小猪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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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会飞哦。 大家哼的一声,大猪想说,大狗一边笑一边说。 哈哈,从房顶上扑腾的翅膀下来,也能叫作飞吗? 叫叫觉得好丢脸哦,回溜溜的回家了。 它决定回家仔细地观察,找到爸爸的不凡之处。 娇娇回到家里想来想去 爸爸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爸爸爱漂亮,喜欢照镜子 爸爸喜欢把娇娇泡得高高的,再接住它 爸爸还喜欢踢球,可是踢得,呃,不怎么样 爸爸还喜欢带着娇娇去捉虫子 就这样观察了好几天 娇娇终于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爸爸每天清晨都会出门一趟 咦,她干什么去了呢 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娇娇悄悄地跟着爸爸 来到了一个小山坡上 她看见爸爸站在小山坡上,亲了亲喉喽 啊,啊,娇娇很紧张,心想 咦,爸爸干什么去了呢 只见爸爸仰起头 咦,叫出了亲晨的第一声 声音好红亮呀 农场里的其他鸡都被叫醒了 跟着咕咕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爸爸再仰起头,叫出清晨的第二声 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 给爸爸穿上了金色的外衣 爸爸舒展了身体 叫出了清晨的第三声 所有的动物都起来了 瞬间农场里面就热闹了起来 娇娇跳了起来 高兴地喊道 我爸爸才是最了不起的 因为太阳是我爸爸叫醒的 爸爸爸爸,你真了不起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爸爸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温暖和安全感 还有冒险和成长的勇气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 祝愿所有的爸爸 节日快乐 你的爸爸哪方面最了不起 最让你崇拜呢 欢迎在社区留言板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下周见